嗨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加坡脑潜能开发研究会的苏老师 在国际全脑开发课程的内容里面 有其中一项课程就是寻找途中途 人的观念往往限制了自己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观看图片或者视频 来改变一个人的一个思维 还有改变他看事情的一个角度 以达到一个新的一个思维方式 借此改变观察事物的立场 还有改变人际关系 这个课程我们很欢迎家长们和孩子们一起来上 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从这个寻找途中途的内容中 得到了一些启示和帮助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张图 这张图你能够在树干之间 能够找到几个隐藏着侧面的人像吗 基本上很明显的看到就是树干底下是有一个姥姥 还有一个老爷爷 但是其他的你们都看到了吗 你特别注意一下树枝方面 这个答案就是一共有十个 你们仔细瞧瞧在树枝之间的话 你很明显的看到侧面的一个人像的轮廓 包括可以看到头部 眼睛 鼻子 嘴巴 还有胡子 你们都看到了吗 现在我们看第二张图片 在这张图片的话 你看到了什么 基本上你看到一只大鸟 叼着一个娃娃 然后站在一个岛上 如果你将这张图片倒过来看的话 你又看到了什么 哦 原来是一个湖中有一个人在划船 然后湖中有一条大鱼 然后在湖的旁边又有两棵大树在那边 你们都看到了吗 小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